嗨 歡迎大家收看 唉唷 差點點 歡迎大家收看我在San Francisco旅行的第二集 現在呢我要來退房去下一間旅館啦 下一間呢是這個哈伊旅店 它比我昨天住的那間便宜還要很多 昨天那一晚六七千嘛 這個一晚三千多而已 可能因為十七天要節省預算 其實我昨天睡不好 因為時差的關係 我三點就起來了 凌晨三點就起來了 然後我還起來跑去一間餐廳吃飯 那間餐廳超貴的 這一千多塊 但也沒有到很好吃 裝潢也暗暗的這樣 畫面很醜 我就不把正面放上來 但沒關係 今天就是重新的第二集的開始 我們就check in吧 GO 可以讓我把包裝放在這裡嗎 對 我給你一個貼紙 你會把包裝放在你的包裝上 然後你會保留一間餐廳 所以 check-check-in是 好 剛剛把那個行李箱放進去了 還滿好的 還免費讓我們先把包包放在裡面 這個是我的號碼牌這樣子 我就領這個號碼牌就可以贏了 怎麼會有路邊怎麼會有一個原地尿尿 好差一點 San Francisco 不要讓我Day 2 就直接一個這麼勁爆的開場好不好 哇靠 真的是這邊真的是讓我感覺到 就像我提前說很漂亮的建築 然後很美的景色 可是就是流浪漢跟隨地搭小便的人 真的是超多 然後或是有要錢或什麼 好 我現在看到清包的一個 那是他們的寶雅之類的吧 你們看一下 你看 他們的寶雅嗎 這個 NEO CARE 指甲保養 指甲油 指甲油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喝的 有賣洗髮清酒洗面乳那些 可是我好像都還夠耶 這一罐 10塊是10.49 差不多 快300塊 那其實跟台灣差不多 有嗎 有還有那麼貴嗎 洗頭髮的 洗頭髮都是300多 真的有吃的耶 食物跟飲料 食物跟飲料 他們的牛奶 3點 換算台幣 多少錢啊 我們算4塊還是算3塊 哇 這樣一瓶也才100多塊 那牛奶還比較便宜耶 牛奶還比較 牛奶還比果汁便宜 牛奶反而比較便宜 不是 牛奶3點多塊 然後這個那麼小 罐了5.99是怎樣 可愛 所以這邊牛奶比較便宜 各位有發現一件事情 它是無人超市耶 所以 你就是要自己結帳 好酷喔 無人商店耶 難怪沒有店員 哇 那都不會被搶嗎 買到了 2.54的水 這個水喝起來 很一般耶 就是水 我們接下來呢 要去喝一杯咖啡 你看又是一個 這種 逃生梯 他們往頂樓的 哇 裡面還有一個頂樓耶 誰敢爬 我的天啊 昨天跟司機聊到啊 他說San Francisco 很多地方都是山路 所以 他們的地板 都是比較 像是在爬山一樣 也意思是說 這些路在還沒有開發 之前它是一座山 那這樣突然覺得 我們台灣的地好平喔 這邊誰敢飆車啊 這邊你飆車 你下個彎 是窟窿還是 往下都不知道 有 黑人在饒舌耶 昨天 那個司機大哥有跟我說 就是有些黑人喜歡在門前面站著 然後也不知道幹嘛 就聊天 很像亞洲人的 阿公阿嬤喜歡 出來曬太陽的概念 他們就站在外面 也沒幹嘛 就是他們的一個文化 台灣人 不是 台灣人 對 我長得像日本人 然後我覺得很酷的是 就不知道為什麼 走在路上 外國人對待 他們就會想跟你講話 你知道嗎 像剛剛那個 他就說 日本人 他說 No 我是台灣人 他說 喔 台灣人 不錯 看看看囉 這杯咖啡 我覺得它應該可以讓我 撐一整天 咖啡味道非常重 奶的味道比較少 那這種咖啡就是會讓你 有滿滿的能量 其實在Saint-France 路上看到的華人 真的比我想像中的還好多 所以我在想 Curry也是在這個地方 工作的 Curry也是 常常會看見這樣的心 我現在跟Curry是在同一個地方 現在在前往日本城的路上 然後在路上走 然後我剛就在思考一件事情 為什麼現在我眼前看到的美國 我跟我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因為就我是一個亞洲人 最常認知的美國 就是電影 不然就是運動 我一直給他就是這種很強權的感覺 可是我來到這邊 Saint-Francisco 我住的地方算是這邊的Downtown 然後走到路上啊 看到的流浪漢 卻比我去的任何一個亞洲的國家 都還要多 然後街上的味道 很常會聞到尿燒味 大麻味 然後地板也都髒髒的 這樣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可是 美國不是一個非常強權的國家嗎 你看像Donald Trump 他的發言 就是一個很 個人英雄主義 很強勢的一個 領導者 前總統啊 但是 仔細看到的場面卻是 就是 沒有想像中來的這麼的 像美國的感覺 反而這樣比較起來 台灣的流浪漢還比較少 重點是他們手上有些還會握我的錢 我不知道是怕被搶 還是 還是他們其實 藉由這個錢來 有自信呢 就是 不要小不起我 我還是有錢的這樣 然後有些流浪漢還有大麻可以抽 Damn 就是跟自己想像中有落差這樣 我終於懂為什麼人家說 在美國 不要一個人走在路上 或者是晚上不要一個人 真的會有一個恐懼感 流浪漢 距離在那邊 你真的會不敢走過去 我真的會 我寧願先過這條馬路 然後走個摩之行 再繞回去 我要走這路 我都不想要經過那去的 就怕對到一個眼 他們會 怎樣 你知道嗎 這是我自己來體驗到 我感受到 為什麼大家說 不要一個人 走在美國的街頭 我跟日本城合照 Yeah 這邊去好鐵板燒 好想吃喔 我真的超愛鐵板燒的 在美國吃鐵板燒的感覺如何啊 嗨 嗨 嗨 What's up What's up 嗨 剛剛跟好多外國小朋友打招呼 我要去看一下這間鐵板燒多少錢 在台灣吃鐵板燒 然後貴一點的就是那個 王比集團那個 夏慕妮就是一千多吧 嗨 哈囉 外國人好熱情 會主動跟我們打招呼 So cute 是這家嗎 我剛剛問了一下店員 他說這個就是 鐵板燒 我學到鐵板燒的英文了 鐵板燒 然後他說你只要點了這個餐 這個錢他這裡面就有包含這些東西啦 所以你只要看你去 你要哪個主餐這樣就好 我剛剛查了他們沒有出 他們只有海鮮跟牛 可憐啊 不能吃牛的人 來美國真的是很 唉 吃起來的感覺呢 我覺得他是香的 可是不夠鹹 吃得出來他上面有很多味道 哇 他用那個醬子 椒粉啊 蛋糕香味啊 還有鍋器都有 可是就是不夠鹹 arp 我 vivo 覺得比剛剛炒飯好好âl 是不是很不錯啊 嗨 有丹帶的鮮甜 然後也有那個 醬汁的 醬油香 吃完我們的鐵板燒了 那我們現在呢 要前往 Chase Center OK Thank you 哇 我們到了 Chase Center 我們到了 Chase Center 哇靠 這是我在電視上看的場景 我居然現在親眼看到了 好開心喔 我現在忍真的居然在 Chase Center前面 這是我平常 這是我平常 看電視劇才看得到的畫面耶 YA 最新成功 就感覺真的很爽耶 哇 居然這個畫面 Chase Center在我眼前 我好感動喔 現場超級多人 超多人 好像在選總統一樣你知道嗎 超多人的 他們現場也有樂團在現場演奏這樣 現場還有那個MVA轉播他們在那邊 直接那邊開始轉播起來了 不過這個安全門我們進去了 每一個進去的人都差好錢了 因為現在這邊一張票最少的都要3萬塊台幣 這邊都是厚牙籃啊 YA 我們進來了 我們拿到了勇士隊的手巾 那我們現在先往 往上吧 哇 Curry在我面前 我的天啊 啊 Curry好近喔 Curry就在我眼前這個畫面 Curry加油啊 我的天啊 我的天超近 他超近 對不起我真的是掩蓋不了我的興奮 我很好看他認真打球喔 是真的 我這個畫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场看球啊跟在电视上看比赛感受是截然不同的 你可以感受到球迷之间伙伴之间为了球星 大家每个都在歇斯底里的呼喊着每一球 当对手进攻的时候真心的呜呜呜呜呜呜呜 所以当下那感觉会有一种很好玩的感觉 很有趣的是我旁边就做了一个敌对的球迷 他穿绿色的赛尔蒂克的球衣 每当青中勇士进球的时候 他就安静点点 然后他很认真他就这样 每当赛尔蒂克进球的时候他整个站起来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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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然后跟大家宣示叫嚣这样 但是当下的氛围其实大家就是笑笑的在彼此开玩笑 大家是因为喜欢篮球而聚在这边 就很像来到一个派对 而不是球赛 我記得我當時買的票價是一張大概約兩千美金 就含稅金有的沒有的 但是我買貴了 我以為先買會比較便宜 可是呢 越接近那個天數其實越來越有位置會讓出來 然後價錢也會隨著原本的定價慢慢的往下修 所以未來如果大家要去看NBA的話 不要先提早買 至少就是正負兩天 就是開餐前的一天兩天 或是開餐當天 你可以去觀察那個價格 因為它價格都是浮動的 另外要說的是 其實裡面的消費其實真的不便宜 比方說一個樂狗 像Saven那樣子的小樂狗 這樣可能就要六七百塊台幣 飲料 這是那天去買的飲料杯 四百五十塊台幣 貴吼 然後這個是 因為那時候我帶了一個那個什麼勇士隊的牌子 就是加油板這樣 然後就哇 你從台灣飛過來就為了看勇士隊 於是那個店員 他就免費送了我了一個這個杯子 那這個杯子它是喝啤酒的 也要差不多六七百塊吧 就一杯這樣子 真的是不便宜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勇士隊主場LD的手環 會隨著LD效果 然後我們的手上呢 就會藉由那個設定而發光 我也覺得蠻有紀念價值的 可能我這輩子就是會來一次吧 我不知道 所以當下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就是有吃有喝有買 甚至我也買了 狼花兄弟的球衣 FINALS限定版 它現在掛在我的家中當作展示品這樣 還想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插曲是在GAME 2的時候 因為其實GAME 2那一天是我隔天就要離開舊金山 前往洛杉磯了 當天心情其實是非常不好 原本一早起來是要去京州大橋 可是它下雨 然後整個京州大橋都是烏雲密布 所以就是一種沒有成功解鎖美麗京州大橋的感覺 然後呢吃到的中餐又不好吃 到了下午 我想說終於可以緩和一下心情了 早上沒拍成功 中午又知道不好吃 那下午總算有個好心情了吧 結果到現場 他們就說GAME 2不開放戶外的電視牆派對 也就是說 他們不開放戶外的活動 讓大家可以不用買票 在場外為泳士隊加油 他們取消這個活動了 所以當下我就整個 哇 我沒有辦法進去 然後我只能站在外面 結果整個心情很灰 加上一整天的事情感覺都沒有達成 不斷的去詢問就是有沒有一些管道 可以讓有買第一張票的人 可以進去至少買個東西吧 他們就是說不行 這樣 那時候就是當下 我記得我坐在那個旁邊的椅子 看著大家陸續的進去了 然後其實心裡很想進去 可是我知道我不能進去 原因是因為 你也知道一張票就是2000塊美金 然後我總共要去17天 那現在連一個禮拜都不到 難道我要把我旅費的60%都花掉嗎 對不對 你一張2000 總共要6萬台幣 兩張就12萬了耶 我原本講說 打算這17天 我就是花個20幾萬 哇 直接要把我6、70%都花掉嗎 就是與情與理 我都覺得我不應該進去 對 因為當下在國外 你沒有朋友 或是沒有家人 在旁邊可以訴苦 所以我當下就一個直覺 就打電話給我媽 打電話給我媽說 媽 可不可以借我錢 沒有 不可能媽媽很辛苦 其實當下我打電話給我媽 然後我就跟媽說 媽 今天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結果我就蠻驚訝的 原因是因為我媽 她居然鼓勵我說 就是這樣 你這幾年 你那麼辛苦的 賺錢了 也有把錢存下來 這些求心 未來你搞不好 你賺錢那天 人家也退休了 去看吧 回來再努力 賺錢就好 然後當下我會覺得 哇 被我客家人媽媽給鼓勵到 你知道嗎 因為我媽她是 很標準的客家人 然後非常勤儉持家 客家到什麼程度呢 就是比方說我們去 請哥哥吃飯有沒有 人家餐人家都還沒有吃就先打包了 洗澡的時候 那沐浴乳喔 明明就已經沒了 裝水 再一罐新的又來了 然後擠出來都是 不知不知都是那種水 加上一點殘殘的那種泡沫的感覺 我媽是勤儉到如此的程度 但這樣的客家媽媽居然 他們其實鼓勵了我 所以當下我就是 哇 媽媽說的也是就是 對 雖然花了很多錢 但我這段旅行 不就是為了他們來了嗎 那既然沒有辦法去看他們 也沒辦法在外面看他們 那錢再賺就好 就是 搞不好我那時候有錢了 有錢花了 他們也不在了 所以我當下 掛完電話之後 就直接現場 買了GAME 2的門票 第二場他們終於贏了 因為他們第一場是輸的 第二場就贏了 也是一樣就是很享受於當下 可是我真的覺得 真的好貴 所以我覺得我圓夢就好了 未來能不能去 我們再說 就是當下我真的圓那個夢想 其實真的很開心 然後其實還有很多故事 會繼續的在我頻道上面 PO出來 截至目前為止 其實都還算是 蠻順利的 然後接下來發生了一些 我不敢相信 跟真的非常意外意外的事情 那也會在之後的集數 跟大家分享 好 那也請大家繼續鎖定 我的美國行日記啦 我是家瑋 Peace Peace